图妖节寓意光明战胜黑暗 善良战胜邪恶的节庆 虽然并非印度丽的新年 但是庆祝的方式与华人新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们在地华里面参与其他人的房子 为了进入参与参与 Rangoli是一种颜色的设计 主要是参与华人的庆祝 让她感到很高兴 所以让她们的庆祝来的庆祝 但在其他方面 也会参与客人的庆祝 参与华人的庆祝 因为这种色彩的设计 都给了好感觉 在进入参与人们的心情 在进入参与人们的心情 前进入参与华人的庆祝 新艳的色彩与讲究的细节 以融入了带有神话色彩的传统歌舞 为佳节增添更多欢乐的氛围 图腰节在新加坡 已成为跨族群的节庆 年代的更迭 不变的是文化的传承 与民族精神的凝聚 戴新闻 陈雅英 蔡赞泽 新加坡报导